三藩市 你會贊成嗎? 新提議非公共攝像授權警用 新提議將允許警察使用私人攝像頭 用於監控大家的日常生活 有人表示支持也有人擔憂 由三藩市市長布里德提出的立法 將授權警方使用非公共擁有租任、管理和運營的 監控攝像頭和攝像網絡 用於案件調查 星期一提交給三藩市議會審議 如果審議通過 警察對於非公共監控攝像的訪問權限有以下的規定 一是在緊急情況下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事件 以及輕罪和重罪違法行為有關的案件調查期間 可以作為臨時監控活動 二是可以為進行刑事偵查收集、審查歷史錄像 三是收集和審查歷史錄像片段 以便對官員的不當行為進行內部調查 有公民自由昌導者說 新提案沒有對三藩市警察 如何分享這些視頻片段 設置任何有意義的限制 因此在實踐中 可以想像當地的警方 可以將儲存的鏡頭 交給其他州的檢察官 不難猜測潛在的目標會是移民、宗教的少數群體、LGBTQ的群體、尋求墮胎的人、非裔、以及其他經常成為國家暴力目標的人 由於提案的時間點正處於墮胎權爭議的敏感時期 數十個州已經將墮胎定為犯罪 即使離開該州去其他地方墮胎仍然是犯罪行為 州長劉森明確表示 該州將會成為避風港 來自其他州的女性或將抵達三藩市就診 而這個提案可以捕捉到參加抗議、遊行、活動、甚至醫療就診的人 當中就包括來自外州的墮胎婦女 刪法案裡沒有任何規定可以阻止三藩市警察 和德州或阿拉巴馬州的執法部門 分享這些視頻 有市民表示已經厭倦了不斷增加的犯罪 和憑法的仇恨犯罪 作為市民 他很願意提交監控陸像作為警方的辦案資料 但不排除有自由意識的公民 對這個立法感到緊張擔心私隱權受到侵犯 由去年開始 三藩市華埔有很多街角和核心位置的店舖物業 都已經安裝了公共監控攝像 用於治安案件的調查和實時監控 但由於疫情的關係 多數作案者都會戴口罩或面罩 導致監控攝像在警方辦案偵查取證的過程中 並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天下衛視記者蘇智雅編輯報導